大家好 本期我们来学习这款用七宝针勾出来的镂空花样 很柔软啊 适合勾披巾、围巾、衣服等等 它的勾法也很简单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 首先呢是变子起针啊 这个不算 我们来勾一个变子针 勾好之后我们在变子针的理纱后面这根线 绕线带出来 勾一个短针 好接下来开始勾七宝针 线圈给它拉大一点 有长针的高度啊 然后绕线带出来 我们在这个理纱还是后面这根线这样挑起 绕线带过来 一个短针 这样就是七宝针啊 接下来 线圈拉大 绕线带出来 我们这个手呢可以捏住后面这根线 这样子 然后勾针穿入 将线勾出 勾短针 重复啊 线圈拉大 将线勾出来 然后勾针从后面这个理纱穿过去 绕线带出来 勾一个短针 我们呢就按照相同的方法 一直勾到你们需要的宽度啊 第一行的七宝针 第一行的七宝针我勾到自己需要的宽度了 一个洞就是一个七宝针啊 我们起针数的话是2的倍数加一针 我这里总共有15个七宝针 接下来开始勾第二行 我们往回数到第三针 一二三 在第三针的这个短针针目啊 勾一个短针 然后线圈拉大 接着我们勾两个七宝针 这是第一个再拉大 好勾好两个七宝针之后 下面这里也是数两个 一二到第二个短针的针目上面 就是穿入这个针目的中间啊 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重复连续勾两个七宝针 然后往下面数第二个一二 在这个短针的针目里面 勾一个短针 这是第二行的勾法 大家把它完成 第二行勾到后面这里 还适合短针的针目 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勾第三行 锁一针 翻转 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这里 勾一个短针 接着连勾两个七宝针 然后我们到这个地方 大家看啊 上一行我们勾两个七宝针的中间 它这里有一个短针的针目 我们还是在这里勾短针 这是第三行啊 然后还是一样的方法 连勾两个七宝针 到下一组 我们中间这个地方不用勾的啊 直接在勾两个七宝针的中间 就这个地方 短针的针目勾短针 接着两个七宝针 接着两个七宝针 下一组 不要在这个地方勾啊 短针的针目上面 勾短针 大家把第三行勾完 第三行勾到最后 我们这个地方有三个七宝针啊 然后看上面这里 我们在第一个七宝针的边上 短针的针目勾短针 这样子 接着第四行 重复第三行的方法啊 锁一针 翻转支片 第一个短针的针目勾短针 接着两个七宝针 接着两个七宝针 又到两个七宝针的中间 这个短针的针目勾短针 然后接着两个七宝针 下面的方法都是重复的 很简单 你们就按照这种规律 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 再勾长一点 它就形成这种花样了 很简单 好了 那这一期的教程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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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